各位老師大家好 今天這條影片繼續講Magic Box其他工具 我們一樣打開Magic Box 按開 選擇這個圓筆間尺 裡面你會見到有不同的工具 我們開一頁新的 好像一些計時器、時鐘 或者是一些圓規 圓規就可以調寬度 這樣就可以畫一些很工整的圓形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間尺、兩角尺 可以方便老師在數位白白面 畫一些直線 然後還有一些 數學科比較適用的 例如一些色 可以調整不同顏色 也可以增加色的數目 按一按就會紮色 然後就想講講這個 Formula 如果有時需要寫一些數學上的Formula 譬如我現在寫一些份數 打輸入未必可以輸入得到 我們就可以靠這個工具 然後寫完之後 把它export 在數位白板上 就會有一個更加工整的數色 可以使用 還有一些指南針的工具 還有一些 教學上的附作工具 例如一些放大鏡 放大鏡的功能就是 你在電子白板上 使用這個放大鏡 然後就可以把某部份 各部放大 等同學 注意你想講的哪一部分 除了放大鏡 還有一個探照燈的功能 其實它是相類似的 其實它就會把整個畫面變黑了 我現在寫一些數字 如果我想特別focus在某一個位置 我就可以用這個探照燈的工具 然後就可以拖延探照燈 focus你想講的位置 還有一個 遮屏的工具 你可以選擇它一次過遮住整個畫面 或者 只是遮住你所選擇的位置 局部的遮屏 最後一個就是問答note card的工具 你看到它會有兩面 一面就是 你可以設定題目 可以插入一些圖片在note card上面 你可以放大縮小 按一按電燈膽的位置 它就會反轉 顯示回答案是什麼 這些教學工具都蠻適合在課室使用 如果老師有興趣的話 可以逐一慢慢拿來研究一下 好 今天的影片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